今天又要和大家介绍一下 FPV 我今天就和大家介绍这个 TBS的Lano TBS即是黑羊 即是Tim Blackship 这个机器已经出了三年 什么?你不是开玩笑? 三年前的东西 听我先说 我玩 FPV 大约是年纪 我当然不是一个专家 但其实我的经验也很足够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自己砌了机器 由零开始 又不会飞 真的飞都飞不到 到现在飞到 亦都是会 塞个机、走个机 飞了很多不同尺寸的机 所以其实虽然我不是专家 但是经验也足够 那为什么我说了一部三年前的机 正正因为我不是专家 所以我说FPV 我想希望有一个原则 原则就是 有三个原则 跟大家介绍的机器 都要符合三个原则 第一件事 就是性价比高 换句话说 就是不要太贵 不要太贵的机 我觉得其实很贵的机 那些几千元的机 甚至用到Digital VTX DJI图传的机 多数都是好机 不需要我去特别介绍 除非它有很特别的优点 或者缺点 所以我想到 有个点我去做 就是性价比较好 第二件事 就是要耐心 不要便宜的机 你飞两次之后 就飞不到 这个机器我已经飞了几个月 甚至有了半年 都将近半年 它都耐心 先碰一下目 不要因为说完之后 就立刻坏了 第三件事 就是要好飞 即是它很操控 就不像玩具 或者有些机 其实它真的不太操控 我想符合这三个原则 就是我介绍 无论是FPV 或者其他一些 附属产品的原则 那这个机 当然 就是可以符合到 这个标准的条件 就是 它真的便宜 第一便宜 多便宜 这个网页 就来自一间 香港的实体店 我想大家如果有买过 这类FPV产品 都应该知道 它是大宝 如果你不知道 你想知道 你可以私信我 我告诉你 这个机器 它如果 其实现在仍在卖 在阿里 阿里 阿里Express 仍在卖1000元 甚至官网 仍在卖1000元 而这一间 是在卖390元 390元 400元也不用 再说一次 390元 真的很便宜 其实是玩具的价钱 但它的质素 不是玩具 不是 但是真的便宜 我想如果 特别在6月1日 无人机令 这个法例生效之后 你想飞一些250g 楼下的机器 当然你选择不太多 连它也是 几种特别 就是DJI Mini 2 或Mini 3 你说 OK 我想试试日门飞 这个FPV 人人都说得这么难 我又不想浪费 那你是可以 有两种方法 第一 你买套装机 这套装机就是 譬如这一款 这就是我第一款FPV 就是Emax Easy Pilot 套装机 它连着Goggles 连着Remote Controller ,这个套装机 它是RTF 就是Ready to Fly 你买回来 什么都不用做 你什么都不懂 你都可以拿来玩 当然飞不飞 是另一回事 因为始终是难飞 另一种东西 如果你买这一款 我也是推介的 它不是Ready to Fly 但它便宜 你都要自己买一个Goggles 买一个Remote Controller 和它相应的 买多几粒电 你都可以飞 我告诉你 整个组合都不太贵 你如果不是很想 很贵的玩 是可以 因为这部机器 都是三百多元 四百元都不用 好了 符合了 第一条件符合了便宜 第二条件符合了 因为它已经飞了 都将近半年了 但是有些机器 不是它炒不成 它飞十几次 都会有问题 特别是这些便宜的机器 其实这个机器本身不便宜 它是在做特价才便宜 特别是这些特价 如果是很便宜的机器 它的电管部分 很多时候 其实它是支持不到长时间的高电流过 它就会脚软 脚软之后 机器飞一下 不知为什么 什么都不做 它就要降落 你休息一会 冷一点 它就能飞回 它没有这个情况 它很耐心飞 也不会很容易坏 第三样东西 它很好飞 反而相对来说 同样都是我 技术现在都是这样的 飞两只机 你问哪一只机器好飞一点呢? 那一只机器是好飞很多 好飞很多 好飞的定义 以我的定义来说是怎样呢? 就是 我觉得就是好像 你用了remote之后也好 特别是RC remote radio control remote 它都好像你一手拿着它 这样做东西 你想它打关斗 你好像拿着它打关斗 它是做到 好似 你真的connect 它这样的 当然很多机器都很好飞 我知道 它也是其中一部 我很喜欢飞 它飞得很好飞 当然我也有机器 但是 如果对比起同样的 入门机来说 这部机器 是真的比这部 Emax 的 Easy Pilot 好了 符合了三点 再说一下它有什麽 特点 这部机器 原来黑氧 The Team Bradshaw TBS 这一只牌子 它预计原来是香港 你猜不到 以前没有留意 你低调地 原来都有一些 其实是名全世界的牌子 它是香港的 所以 你买这部机器有好处 其实它还有零件 这个机器 你看到它的飞控 很小块 十字形状 很轻 这部机器 已经不需要你去看东西 不看东西 你看到 两个单上的直流马达 直接插毙 坏了就这样换 拔掉就可以了 它每个马达就是615 其实基本上 已经是最小的马达 这个615 这个是17000kV 它在室内飞 已经很快 如果你想升级它 你可以转用19000kV 19000kV 但我也不敢做 因为我得第一个已经够飞 第二 我相信用现在这个设计 会省电一点 那说起省电 你也想不到 这个机器用原装电 这样的电子 至少都可以飞到3分半做 其实很好 如果以新手计 其实我会更加 更加赞成和建议 去买飞这些机器 因为大型的机器 我自己是这些大机 特别是5寸的机器 基本上是很少时间飞 因为你始终不想影响到人 你不想有什么意外 那时候 你当然会去荒山野岭 一些很远的地方飞 那 就变相来说 其实你不可以常常飞 但是你飞这些机器 甚至75mm 你常常可以在家里飞 这个机器 你看得到 我说它很飞 的而且是 我在我家里 那条后楼梯飞 那条后楼梯 每一边大约是4尺都不够 但是你看到它飞 很好飞 它已经很容易很小的空间都飞 又或者我在我家里外的电梯大堂 其实那里不太阔 它也很灵活 它也很灵活 如更加不要说 譬如我摆个架 做一些 即是捐一捐 真正的穿越 其实它也做得很好 这个机器 所以是乐趣很大 但是无事家里飞 这部机器 我飞的也比较多 一部机器 我说说 它可不可以在室外飞 户外飞 它室外飞 它可以飞 因为它的图存 可以去到50mm 其实也不错 我想一二百码 它也做得到 其实它的飞行 都可以去到一二百码 相当之不错 但是当然 这个55mm 这个Lano 这个这么小 它只有20g 在室外飞 户外飞 有个问题 当有点风 它真的抗风力比较差 还有这个机器 你去到户外 你也不会觉得很快 因为相对 环境大了之后 你会感觉 就会慢一点 我多数都是室内飞 好了 讲了一大堆优点 讲讲它的缺点 它的缺点 我想第一 它的缺点也可能是优点 它不可以在Betaflight Configurator 教育 反过来说 如果你真的一个新手 真的新手 其实不比较好 因为我觉得 它一出厂 已经很好飞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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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素真的低 它说它有七百线 这个我相信 我看过 七百线比较脆 比较差的镜头 很有水彩化 有水彩效果 但问题又不大 因为始终 你都是用来做一个大致的飞 加上这些analog的图存 其实本身的质素 也不是很高 所以它又不是很大问题 总括来说 所以三年的产品 我都去推荐 因为客观来说 它仍在卖 而就算它已经存在三年 就不等于你都认识它 也不等于 就算你知道这些东西 未必有人做一个很长进的报告 那么 我会 即使你是一个老手 这部机会好玩 如果你是新手的话 我都会推荐你去 买这部机 当然 正如我所说 你买这部机有个不好处 它单一是便宜 但是你要买其他东西 正如我所说 你玩FPV 你一定要一个Goggles 因为FPV 第一身 你一定买个Goggles 这里有两个Goggles 其实 第一个Goggles 应该是emax 那一部Goggles 我已经拆了 因为它的Goggles 有个不好处 它是没得录影的 而且Quality也低一点 这个就是我第二部套装机 剩下的Goggles 那部套装机 就是GAP RC的Tiny Go 当时它编导了这个Goggles 我和所有人一样 开始的时候 都不想花太多钱 所以我都没有买到 一个很漂亮的Goggles 所以就用回这个 初时 我都试过想想想 一些更漂亮的Goggles 譬如Feshark 或者SkyZone 一些更漂亮的 compat 扁一些 帘一些 帘小型的Goggles 但是那些Goggles 有一个弊端 当我看惯了这些Goggles 特别这个 特别这个 那个FOV 就是里面看的视角 这个是很阔的 这个去到整 55度 这里有一个Apps 我也介绍给大家 就是OX的Lean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专家 它是FPV的专家 它的网页上面 就有一个 就是Goggles FoV 那个视角的对比 它很容易用 也有很多不同的Goggles 的视角 其中最阔的一个 就是这个DJI Goggles V2 V2 16-9 是去到54度 我自己本身 也有这个DJI Goggles 我看这个Goggles 我觉得是最震撼的 就是它在看的时候 视野是最阔的 你是一个最自身现场的感觉 那么 FoV 的Goggles 有一个不好处就是 如果它的资料 你放在角头 你的眼睛去看 所以有些人 会prefer一些 比较小的FoV 特别是比赛 那些费售 它们都说 它们反而喜欢用一些 就是FoV 不要那么阔 窄少少 但是 没办法 我一样就用了这些 阔的开始 而且很享受 看一个很阔的FoV 那个角度 视角 我就比较喜欢用这些 我曾经都很好玩 我找到一个 这个是一个 好牌子的 就是这个 Skyzone Cobra 这个Goggles 但是 我反而是用这个 多一点 就是用这个 第一 这个比较轻 第二 其实这个视角 已经有50度 但对比这个 56度 不要差看 6度 感觉很远 这个也有点窄 而且这个 这个要戴眼镜 所以我只有一副眼镜 可以这样 捐到下去 这个 反而是不需要的 反而是脱了眼镜 Depend 上你们自己 那我为什么 介绍这些Goggles 第一个原因 便宜 这个Goggles 是多少钱呢 就算Ali Express 你买的大约是 70元美金 大约500多元 它本身也有DVR 而它的DVR 是720 相反 这个DVR 只有640 这个是720 而它的DVR 都可以的 出来的Quality 而且做了原因 就是 我觉得未来的趋向 多数都是Digital 因为Digital 现在Digital 越来便宜 这些Analog式的 Transmission 这些Analog的图存 很快可能会淘汰 而且它的Quality 我见过 就算很贵的Goggles 其实它里面看的品质 甚至它有一个OLED 螢幕 或者它的Resolution 高了 其实出来的感觉 不是太好 因为它始终 都是Analog 接收的图存 本身的CAMERA 有时候 都不是很漂亮的 再经过信号 回来 其实你用一个很漂亮的Goggles 也好 它的品质 不会比这些好多 即是你不会有天渊之别 有天同地的感觉 不会 那你唯一就是 大舊一点 可能老土一点 没有那么帅 没有那么帅 但是以这个 我为一个 性价比高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它是可以用的 好了 第三样东西 就是你一定要买一个 Remote Controller 如果你用RTF的套装机 其实有些机器 它的Remote 都可以用的 但譬如 Easy Pilot 是这样用的 它是有自己另外的 RC的系统 Ratio System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难的 我也建议你可以买一个 Remote Controller 也有一个好处 你现在这些东西 不需要网球 因为都是去那样东西 香港那间实体店 都是人家买的 有什么疑难 你可以找他们帮忙 他们很乐意帮好人 你买这些 例如这个有个好处 我现在用这个 其实我在用另一个 也是Jumper Jumper T Pro 大约$800 Jumper T Lite 是第一个 大约$500多 有个好处 它是Multi Protocol 即是说 它里面有很多 不同的RC系统 它好到甚至有些玩具 有些玩具 它都可以联系到 如果你找对 那个系统 买了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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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它有 Protocol 你可以用它来控制 买了玩具 其实 我也是因为这样 而改装了一些玩具 做FPV 我会另外有一篇 说 这个是它的好处 而且你可以不用放太多 不同的遥控器 在家 你一个遥控 就可以掌控很多机 买的这些 做好处 推介多一件事 新手进阶过程里面 我觉得有两件事 可以继续做 我自己经历过 第一 真的要用模拟飞行器 即是模拟飞行器 去飞行器 第二 练完 你在电脑虚拟画面练完 你当然要用手机来飞行器 我赞成 初初不要买这么贵的手机 买一部便宜的手机 所以就是 我推介这部手机 就是原因 你买了一个这样的 remote controller 甚至买很便宜的 Beta FPV 200 多元的 控制器 它都可以当一个 Joystick 连接电脑 非行用 无易用 不是个人可以 譬如这部 这部手机的控制器 就不可以了 它不可以当一个 就是 remote Joystick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的 好了 这里我推介多一个 Apps 给你 因为很多 这些 Flight Simulator 其实 免费的都很多 但是你都 都不会离开哪几个 例如 Stream Lift Off 又或者 Free Rider 但是这个 很漂亮 我觉得它很漂亮 它不需要很高规格 它都能做到 而且反应很准确 就是这个 Sky Diff FPV Sky Diff 它无论Mac 和Android 都有版本 很简单 你下载了 在你的电话上 你就可以用来 飞 跟其他 这些 Simulator 就算你没有 这个 remote controller 也好 你都可以 用两个模擬的 棍子来飞 但当然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想好练习的话 还要是这样 不要找那些 游戏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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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好好的 买一个这样的游戏 因为 你在这个游戏上 你练好 你的肌肉的记忆 你将来的游戏 你将来的游戏 就会直接过游戏 就不会说 你连惯玩了 玩开玩具的游戏 游戏 游戏 又不同了 好了 很简单的总结 这部机 如果这部机 你想很简单的 开始一个FPV 类程 这部机 390元 我当作400元 这个 大约600元 其实有些便宜点 600元 这两个东西 1000元 好了 再加上 这部机 500元 1500元 好了 买多数个电池 因为一部电池 飞3分多钟 你买多数个 你会开心点 那这个网 大约最便宜 20元一架 你买5架 都是100元 好了 整件事加上 1600元 你可以飞 客观地说 便宜 比你买一架 DJI mini 2 或mini 3 当然mini 2 你可以买二手 但好像没有2000元便宜 你可以飞 当然你会说 其实感觉不同 当然 航拍机有航拍机的感觉 Fpv 机是一种hobby 其实他经常说 但是如果我来升级之后 我玩到Fpv 可不可以用这些机来拍 当然可以 因为最简单 它大一点的机 可以用什么Gopro 其实什么Gopro拍的东西 我觉得Quality更加好 就算你不要去到什么Gopro 我可以推介多 例如这个品牌 Happy Model 它有一些机 已经内置了一个HD 甚至4K的Recorder 在机器上 亦都是这么细细的 我就是说 我用Fpv 拍我太太踩Roller 小朋友是追过机 小朋友的家长 又不会觉得你在这里 做过一件很干扰 很危险的事情 如果你反过来 放在航拍机上 那些人就会很忌忌 说你会弄傷我的 这也是考虑一件事的 考虑一下 大约是15006元 你就可以开始一个这样的Hobby 一个这样的嗜好 好了 最后讲一件事 其实呢 我们拍的影片 都很需要你支持 如果你看完之后 很简单 真的不需要收费 不需要你付出很多东西 包括它就是 就是赞赞 留言 最好 交流一下 分享 如果有广告 就看完广告去吧 最后最后就是 如果你还没订阅 订阅 始终多一句 老弟兄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多谢